一个美女正在欺负地上的乞丐 她拦住了断腿乞丐的去路 不让她乞讨 而乞丐只能拖着残疾的双腿 一脸慌张的掉转方向 落荒而逃 随后可怜的乞丐爬到了一条小巷子里 鬼鬼祟祟的向周围观望 发现没人 起身 脱下皮套 拿起自己的吃饭工具 转身上了一辆豪车 动作一气呵成 绝对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 原来乞丐并不是残疾 只不过装成残疾人 利用别人的同情心乞讨 可实际上 这个乞丐比很多上班族还有钱 刚脱下头套 刚刚的美女就坐上了副驾驶 然而她并没有把乞丐抓起来送到警局 只是一脸嫌弃地说 你就不能体面一点 单纯地做骗子吗 原来美女是乞丐的女儿 女儿知道爸爸是靠行骗赚钱 但装乞丐这种方式 实在是太low 太不得体 要是被自己的同学看到 就更没面子了 但爸爸只是韩国某大型纪录片演员集团中的一员 必须听从上面的安排 第二天 女儿又在大街上看到了装成乞丐的老爸 突然两个男人靠近 开始调戏乞丐 他们扯掉了乞丐的皮套 发现乞丐的双腿健全 周围的人气愤极了 纷纷围观 拿起手机拍照直播 大骂骗人的乞丐 女儿想上前帮忙 但一个漂亮的女人先开了口 在女人的嘴里 骗人的乞丐变成了行善的牧师 为了照顾残疾的孩子和老人 才出了乞讨的 刚刚都在声讨乞丐的行人 也纷纷被感动了 原来漂亮女人是这起事件的幕后总导演 而那几个男人都是演员 在漂亮女人的包装下 乞丐迅速走红 不仅要参加各种安排好的扇行 还要进行演讲 但乞丐胸无点墨 演讲时说的最多的就是 亏得事先有准备脱事实的捧场 名师和财富都有了 乞丐不知道 自己已经陷入了一场巨大的筋谋 我从没见过这么狠的妈妈 竟然把亲生女儿当成碰瓷工具 一家高档餐厅里 一家三口吃着饭 妈妈的眼睛却盯着隔壁桌 那周人刚走 妈妈就笑着说 爸爸一下就听出了老婆的言下之意 但他说 司机应该会叫代驾吧 妈妈老摩生存 选这家餐厅吃饭是有原因的 一脸坏笑的说 然后夫妻良心照不宣 饭都没吃完就跟了出来 把女儿推到马路上 直接撞向了那辆豪车 看见女儿倒地不起 妈妈立马假意哭喊 父亲则抓住司机 讨要一个说法 而司机身上扑鼻而来的酒味 让父亲更加理直气壮 最后女儿打着石膏戴着警托 看上去这次碰瓷应该赚了不少 于是开口想要买个手机 没想到却被妈妈一口回去 女儿生气极了 要不是自己卖力出演 这场碰瓷就不会成功 没有功劳有苦劳吧 他让老爸靠边停车 一拳一拐地下了车 声称自己要去报警自首 跟在后边的老爸听到后 立马就怂了 答应了女儿的要求 还附带一件身上夹克 然后就看到女儿满意的一笑 扔掉怪账 撕掉紧托 活蹦乱跳地上了车 还真是抽围箱头啊 只是女儿不知道 自己很快就会继承父母的衣钵 越漂亮的女人说的话越不能相信 老王就栽了个跟头 一天 女儿恩珠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 得知装成乞丐骗人的父亲 被一个神秘的漂亮女人给骗了 把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去 投资了一个伪造的楼盘 家底被掏空 还被漂亮女人当成了替罪羊 进了监狱 而那个神秘的女人 早就坐上了飞机 逃之夭夭 恩珠不服气 自己出生在骗子世家 结果被一个女人给套路了 于是开始了自己的视野 巧的是 恩珠的长相和身材 完全不输韩国女团 她假扮成空姐 别人也不会怀疑 就这样过去了很久 她终于等到了神秘女人的现身 女人摇身一变 开了家医疗器械公司 骗一些有钱人加入会员 购买产品 恩珠混入会员中 趁女人出门后 潜入了她的办公室 想要找到足以让她入狱的证据 然而事与愿违 什么证据也没找到 出门的时候 还遇到了公司的总务 好在从小耳濡目染 恩珠面对这种情况 丝毫不慌 而总务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她只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 通过接触才知道 这个总务竟然是公司管钱的 于是恩珠诱惑总务 去自己工作的银行 开一个公司资金管理账户 接着就给了对方一根金条 事成之后好处更多 男人心动了 可就算男人开了账户 他们怎么把钱从银行里转出来呢 简单 自己开个银行不就好了 第二天恩珠就带着总务 去见了自己的同伙大块头 在金钱和美色的双重诱惑下 总务没多想 直接跟着大块头去到了 恩珠和妈妈开的假银行 而恩珠则来到了一家真的银行 说要给公司的资金开新的账户 当总务把资料给了假银行 大块头再快速送到恩珠的手上 开好账户 送回到总务手中 只是里面的钱 已经任由恩珠分配了 好一招移花接木 事情还没结束 恩珠让妈妈趁神秘女人发现之前 把资金转移出去 可骗子妈妈太贪心 看着不断上涨的数字 说再等一天 然而另一边 神秘女人突然邀请会员们吃饭 恩珠觉得事情不对 赶紧给妈妈打电话 妈妈已经得意忘形 根本不接电话 这时神秘女人出现 热情地邀请恩珠 恩珠进门 发现里面只有她一个会员 接着神秘女人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让恩珠瞬间傻眼 目的目的呢 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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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你 感谢观看